默默爱旅行 默默爱旅行 那就是像以下这些都是可以做选择的 像是我们有提供尿布 那还有分size 对都是免费的 然后还有就是浴盆啊 还有就是水温量温器 那另外就是比较特别 我们有提供宝宝的沐浴乳酌 对它是私拔的 对那还蛮多客人都会选择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还有食品的加温器 我们这次住在0930号房 哈喽大家好我是默默 话说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一家三口 曾经有去住西门町的路途行旅 那路途行旅它是小鹿文鱼集团 底下的一间旅馆 那他们这个集团呢 总共有六个馆 台北目前有四个馆 然后墾丁有两个馆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住它台北 另一个馆叫做路径行旅 那跟路途行旅比起来呢 路径行旅这里会更适合亲子一点 因为它这里有一间超大的游戏室 而且还有互动式的球池 刚刚马鲁一来就玩得超开心的 好那现在呢 我就先带你们来导览一下房间吧 我们今天住的是家庭房 它是有两张双人床的房型 马鲁最喜欢滚那个饭店跟旅馆的床 每次都这样子弯得很开心 哦 马鲁 然后电视呢就是依旧锁定幼幼台 那这边有一个挂衣服的衣架 这里有一张小沙发 这个小沙发呢 我们现在就是先把包包堆在上面啦 它是比较有点复古风味的皮质小沙发 这边是书桌区 它一样有准备备品 茶水 热水壶 然后这一间房间啊 它是有两个窗户的房型 窗户看下去就是西门町的街景啦 再来这边是浴室 这次住的这个家庭房啊 它是有浴缸的房型 而且它有帮我们准备小朋友的澡盆 还有小朋友可以踩上去的椅子 这也是领域设备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宽敞的镜子跟洗手台 这里是马桶 然后它这次也有帮我们准备这个 十八的小朋友沐浴组 好我们今天一家三口换青纸妆哦 小象 中象 大象 那我要来分享一下 他们现在有小鹿RPG中成会员计划 像我就有加入他们的会员 那加入会员有什么好处呢 像房间可以优先预订啊 还有全年度订房优惠 而且这个日期是没有限制的哦 然后再来就是有暖心招待理 跟专属贴心选物 那这些优惠在他们的六个馆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可能会因为档期不同 所以优惠内容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想请我就再放在贴文的资讯栏里 你们就再去看看吧 这个是他们房间里头本来附的吹风机 然后因为我加入他们的小鹿RPG会员 所以就是可以选择体验里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吹风机 可以给我们做体验的 然后当然也是不能带回家的哦 然后我要给你们看他的房卡 我觉得做的还蛮别致的 是这样子有点像小笔记本的外型 那他这样子打开来之后呢 这边是房间的WiFi的密码 然后中间这里就是房卡嘛 这边还有再多做一张明信片 然后大厅有很多很多的信箱嘛 这个明信片你写好之后 就可以投到大厅的信箱 他们每隔一段时间 就整理一次把这个明信片寄给你哦 在路径行旅这边呢 他们没有提供早餐 可是他们有提供这个24小时的泡面 还有很多的小零食哦 而且工作人员刚刚才在补货 他这样子随时都是满满的 这边还有饮料机跟饮水机 还有咖啡机哦 这边进去是清洁洗衣房 他们这边有提供投币式的洗衣机跟烘衣机 入境的游戏是这么大间哦 然后马鲁已经在里面玩疯了 马鲁已经在里面玩疯了 马鲁已经在里面玩疯了 好换eter 好换你 喵喵喵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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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這個互動室的球池 小朋友最喜歡玩的 丟他丟他 今天住的豪華雙人房 空間不大 就是你們看到的這個樣子 不過床很舒服 而且啊我們有加入他們的會員活動 所以就是有多給我們兩個高枕可以體驗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一人可以睡兩個枕頭 總共四個枕頭 好房間一覽無遺就是差不多這個樣子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在鬧區中的旅館 他們的浴室是這種清水模的風格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很有風味 以房間的大小來講啊 浴室其實挺寬敞的 好這裡是淋浴空間 大概就是這樣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尋 默默愛旅行 就可以找到我的頻道 那在這個頻道裡呢 我會跟你們分享一些 我去過的小旅行行蹤 還有我帶我們家小馬路的親子小旅行行程分享 跟一些我喜歡的有的沒的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小鈴鐺喔 我是默默 咱們下回見啦 我是默默的